最新的領事蕾貴心 總統蔡英文宣布明年要開放美豬進口惹發爭議 而在昨天苗栗豬協理事長當場怒轟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不是蔡總統講了你農委會就附和他 不過今天陳吉仲又如何做出最新的回應呢 我們時間五件李恩如告訴大家 好的主播今天上午農委會的主委陳吉仲 來到了電台錄製節目 談的就是美豬議題 不過針對昨天他被養豬協會炮轟 說不是蔡總統說了你就要附和他 而且還要求陳吉仲要舉辦公聽會 否則不排除發起抗爭 現場的氣氛相當火爆 至於陳吉仲要如何回應 帶你來聽 昨天其實在整個兩個半小時的溝通裡面 那氛圍非常的好 所有的一個各縣市的養豬協會理事長 跟全國的養豬協會理事長 我直接講結論 昨天的結論是說 是不是請農委會盡快的把全國各地的農民 透過各縣市的養豬協會理事長的建議 那尤其是100億基金怎麼使用 那在兩個禮拜以內 來再邀請所有的這些養豬協會的理事長 來共同的確認 那讓整個養豬產業的競爭力可以提升 那至於我們苗栗的陳明曹理事長 其實我們會後的整個餐序非常的融洽 好的可以聽到陳吉仲是說 其實當天會後大家氣氛都很和平 溝通重點就在和豬農要溝通如何保護台豬 至於談起要不要針對如此無預警 宣告進口美豬 陳吉仲則是說自己可以承擔外界一切的指責 但他自己是豬農起家 絕對會保護豬農權益 以上就是目前掌握的情況 主播 在線連線來關心政府呢 提出將該將開放美豬美牛之後 相當關心美豬標示將如何來規範 其實呢 衛衛福部長陳時中 早上出席會議時也做出了最新回應 我們時間連線 馮薇芷 感謝大家 謝主播自從政府說 要開放美豬美牛進口以後是爭議不斷 那衛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在今天出席活動時 再次對了加工產品做出了說明 讓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現在就直接安排做一些示範區 示範該怎麼做 然後大家就可以就那樣示範區 做得到做不到 需要什麼幫忙 不管是消費者意見或廠商或是攤販 各類的意見就可以了 那都是這個做的 那是說的 講不清楚 就實際做看看 大家示範區有消費派誰稍可以出來嗎 我們可以安排下禮拜陸陸續續推出 我們可以聽到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是講到了對於像是加工產品 因為比較複雜 所以他覺得應該在源頭就要標示管理要做好 而且他也講到了 其實會選擇幾個示範 需要來做示範 其實就是因為他覺得用文字來說明 很難講清楚 因此希望在這個美豬美牛正式開放進口之前 有一段時間可以跟消費者 還有廠商來做溝通跟協調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消息 把鏡頭交還給主播 謝謝 謝謝